這邊有雕刻的部分 雕刻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原住民必須要有一些文化的東西 必須傳承 但是雕刻的東西在我們這個部落 它不是一個可以維持很長的時間 去做這個傳承的部分 畢竟這個雕刻 它是非常冷門的 它是學一學的 然後呢 因為這個東西非常硬 雕刻的東西你要做這個東西 它不是說你要做去做 因為它必須要時間 也必須要花很多來擋住 所以這個部分 我把它當作是一個課程 來交台 讓孩子提升他的興趣 從我手上雕出來的 讓他們看見說 牧師雕得好棒 我就是要這個東西 因為我之前要召集這些孩子 沒有東西吸引他們的時候 他們絕對不會來 所以我就用這個 第一個就是用這個部分 來讓他們得到好奇 讓他們得到那種什麼 就是說 哎呀 就是有學習的那種心 但是後面我間接的就是 有很多教育的東西 像課業輔導 像很多很多就是有關教育 我就把這些東西 慢慢慢慢引進來 所以我用藝術的東西 來吸引學生們 然後從後面背後 又有一些軟體的東西 能夠教導孩子們 學更多的東西 那我就是從這個地方開始 所以時間大概兩三年之後 我們發現 我真的也很感謝那些 曾經幫我的那些 附輸的老師 或是靈近的老師 他們都到我們社群來 他們非常願意花時間 我們在當中學習 真的分享很多人生的意見 有時候 有時候老師跟我講說 牧師啊 他說 在這麼堅固的社會裡面 你怎麼把握出來 我只能是說 我沒有任何的依靠 那我是基督教的 我只能是說 上帝他才是我的依靠 我一直拼著這樣的信心 所以有時候我非常堅固 到極端的時候 非常到那個平均 沒有辦法越過的時候 我就是這樣 依靠我的上帝 所以說社群慢慢從事 三個人的會友當中 那也增加了大概 五個大概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 好 這個好了 那教會我們看到他有在成長 可是我們還碰到一個 非常難過的就是社群的人 我說社群的人是 有很多都沒有信主的 沒有到教會的 他們會有很多不同的態度 有很多不同的那些 看法 有時候他們會激怒 啊 教育那麼多 那麼多的學生 他說你們在辦什麼活動 那些經費 你們是不是 是不是用什麼 用什麼方法去偷那個錢啊 或是什麼什麼來辦這些事情 很多附內的東西 從這個開始 我們會發現 我們前面已經做得這麼好 但是後面我們又看到一個 非常可怕的現象 部落社群的人 對我們的不認同 好啦 那這一下子要怎麼辦 那我還是一樣 我透過很多的時間 我用很多的時間 跟這些人在一起 尤其我最喜歡的是誰 跟老人 我就要看到老人 我就跟老人 我就很喜歡聽老人 講故事說 老人以前的生活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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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老人就會跟我講說 其實在活在現在的老人 他絕對沒有辦法述說 現在生活的狀況 我說嚴重你現在生活的狀況 他說不出來 他一定會跟你講說 他一定會跟你講說 你知道我以前在上上的時候 我們是怎麼好 怎麼過得豐富 什麼樣怎麼樣 那我就知道了 我發現 跟老人講話 會有很多的智慧的東西在這個裡面 所以 我一面在教會服務的時候 我就忘記了 老人過去那個智慧裡面 而且現在我們活在文明的這些 文明的這個日子當中 真的跟以前老人的生活差距是非常的大 非常非常的不一樣 所以今天 我們可以講說 嚴重你現在的孩子活在現在這個實況裡面 唯一真的沒有辦法身處 唯一沒有辦法 看見目標方向理想 那是因為老人徒鮮的結構性的東西 已經被挖起了 已經都流失了 我說老人的智慧跟老人過去的律法的結構的東西 那個東西已經不存在了 所以今天所學的回到文明這個東西 孩子回到這個文明這個東西 我們學的都是新的東西 但是呢 不是說到了這個部分 有新的東西給我們 我們會學得很好 不盡的 因為我們的孩子 真的來不及去接受這些文明鑽定的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邊緣的 或是我們入宿的孩子 每次在入宿的時候 讀書都是回到背後面 其實那不是沒有原因的 我剛剛講說 一個新的東西要讓我們去接受 我們真是來不及去接受這些文明的東西 所以我就在教會 我就在社區裡面想了一個方法 好 那雖然在文明這個部分 我們沒有辦法 那我們透過 就像我剛剛說的 媒介 透過更多的方式方法 然後來教導我們部落人 但是我絕對不會忘記一點 就是說 唯有原住民 一定要走祖先的角度 才會有明天 我為什麼要這樣想 因為如果 我們是原住民 祖先的東西都已經不在你的內部 不在你的身體 不在你的生活方便 那還要學的是什麼東西 我覺得很多的外來的東西 沒有辦法滿足我們 沒有辦法給我們 有一個方向我們可以依靠的 但是呢 如果是 或者現在 如果說 我們如果一直用在祖先的那個 故企的生活 那樣的一個生活方式 可是到了這個時代裡面 我想也是沒有辦法進入到這個地方 那我只能用什麼方法 非常客觀的 我說 好 那我們現在 就是我當時的想法是 為什麼我們會有一些 我為什麼會帶一些孩子到 部落到那個 那個就是我們老地方 我要的就是說 因為結構性的東西不見了 老人的智慧跟他生存應該的東西都不見了 那我用一個方法就是說 讓這些老人們來說故事 讓這些老人們來跟孩子講 而不是講故事 而不是學了 就是各種的技術 而不是跟這些孩子們講這些母語 或是講一些故事 那我講的時候應該最重要是故事的東西 那我就有一個想法就是說 在自己的部落做一些傳統的東西 我所謂的傳統的 不管是從公益品也好 各方面 讓老人來做 孩子來看 就是大家互相欣賞 然後慢慢的 再把更長年的規劃 讓孩子帶到深山裡面去 就是我們的老地方